有人问我 宗像不能双全 我说 对国家的宗 就是对父母最大的像 黄旭华 我国第一代核潜艇总设计师 为核潜艇研制 和跨越式发展 做出巨大贡献 如果世界上发生了核战争 你如果保留了一条核潜艇 也就足以给敌人 军事 政治 经济 冲业 把它毁灭掉 河头小后在他的回忆录当中 第一句话这么说 中国想研制核潜艇 讲之是异象天堪 中国人没有支持 有能力 靠自己的力量 一定能够把核潜艇告诉他 四年不行 那就一百年 一百年不行 一千年 一千年不行 一万年也要告诉他 都像那朵离家的灰山 飘去无人之下的天涯 背着妈妈说的那句话 孩子人生其实不复杂 我用眼泪轻轻的擦 别忘那童年梦花 才远方的花 夜随风慢慢长大 要做过几个踏 用你最真的年华 这是青春的回答 随随可可 从背为国家 必要做这些事情 那是崇高的平等 我是总师 我不仅仅要为这条踢负责 而更重要的是 要为挺上一百七十个 城市人员的 生命安全负责 这父亲 我觉得年轻的比较大了 希望你经常回家来看看 我说我一定回来看看 离开之后 我三十年之后才回家 看那篇文章 它才反而当 他过去讲过 在我想任一定有做大事 做大事要亮起 要亮起这三个字 对我来讲 那是太重要 我这个三十年来的 大家看你们 在家里 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